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许多时候我会到公园去散步 总是会看到许多的父母 带着他们的小孩来公园玩 我常会看到一个景象 就是父母跟小孩在玩桌米场 一开始父母会尽量站在明显的地方 甚至自己显明自己的位置让孩子看见 让自己被孩子找到 来建立孩子的信心 但有时父母也会故意将自己隐藏起来 在这过程中虽然当孩子找不到父母 开始慌张哭泣乱跑跌倒时 其实在这过程中 父母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孩子 这时有的父母还是会耐着性子 故意不理会 其实就是希望这样能训练 帮助他们的儿女学习独立 跌倒了让他们自己爬起来 最后父母还是会主动显明自己的位置 并给孩子大大的拥抱 与绝对的保护 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六节 我铺张天幕立下地的根基 我对耶路撒冷说 你是我的子民 我向你传授教诲 我用手保护你 亲爱的朋友 上帝造了我们 也为我们预备美好的计划 在生命的过程中 或许在苦难中 病痛中 失望中 我们似乎觉得 上帝没有看顾保护我们 但我们要知道 他爱自己所造的人女 他期待我们也能长大成熟 成为他人的祝福 愿我们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体会到上帝永远的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